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营联军对夜门的反抗军发动海空联合攻击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1月12号的公示晚间新闻 我是曹燕俊 首先我们来关心的话题是选前最后倒数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和搭档吴兴 在上午召开了国际记者会 抛出了三张国政处方签 承诺说如果当选的话 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条例来处理两岸问题 柯文哲强调会在和美国关系稳固的基础下 和对岸来展开沟通 而当选前半年 不会动军事情报还有警察重要人士 力求稳定度过 决战当选选前倒数一天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与副首搭档吴亲银上午召开国际记者会 抛出三张国政处方签针对经济国防两岸进行阐述 也承诺若当选将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问题 来自全世界的160余家媒体共312人报名 惠中外媒聚焦美中台关系以及两岸议题 未来又如何面对与中国沟通时的潜在危机 柯文哲表示若当选前半年不会动军事情报警察重要人士 柯文哲也保证美台双方讯息no surprise 并与对岸展开沟通 腔调九二共事在台湾已经被污名化 副首吴亲银也开工经济议题 认为半导体让GDP成长 但带给台湾人民工作机会很少 吴亲银也主张成立主权基金打造护国神盾 转变台湾的经济格局 迈向多元化和韧性更强 经济关键 记者黄盘陈伯玉 大选到暑一天 民营党的正副候选人赖清德和肖美琴 是回防到双北 上午在新北市进行车队扫街 下午是转往台北继续车扫 赖清德呼吁民众踊跃投票 一起完成最后一里路 面对蓝白互批操作弃保 赖清德表示 民主选举不在于弃谁保谁 他和肖美琴是三组人选当中最有能力推动台湾稳健进步的一对 支持者热情挥手 选战倒数24小时 民进党选择回防双北 赖清德一早从新北市出发车扫 直抢对手侯友仪票仓 前天晚上凯道肇事人潮爆满 赖清德感谢总统蔡英文牵手力挺 现在蓝白互批操作弃保 他也向支持者喊话 自己跟肖美琴才是最有能力的一对 这个礼拜 我跟美琴全国大车嫂分镜合集 今天下午我们在台北市会合 那也跟巴西优质的立委候选人 在台北市团结在一起 我们呼吁全国美德都能够站出来 我们大家共同完成最后一礼路 至于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公开要民众党柯文哲别跟民进党组联合政府 赖清德也回应 看来赵绍康是非常支持他 这段话是在表示他已经当选了 他也呼吁国会要过半 请大家今晚选前之夜站出来 13号踊跃投票 明天一定要出来投票 明天的票非常关键 影响台湾未来的路 大家一起站出来 一起加油 一起为台湾努力 向美琴力挺立委候选人苏晓慧 表现这场选举国际关注 现场更有外国官选团到场 呼吁大家做出守护民主的选择 晚间民进党也要举办造势晚会 先从赖清德本命区台南出发 最后在板桥压轴登场 与国民党一样都在新北市决战选前之夜 记者韩英 蒋龙翔 张子佳新北报导 国民党侯友宜和副手赵绍康 今天是分进合集 侯友宜前往台中扫街 而赵绍康是在北部和南部顾票 侯友宜承诺如果当选之后 会提拔青年和优秀的公务员 也再度抨击赖清德的台独主张 让世界紧张 不过因为选前之夜 没有邀请到前总统马英九 也引发讨论 赵绍康是回应 这是为了让马英九 不要被见缝插针 热情跟民众自拍握手 还在帽子上签名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12号前进台中 带着小鸡扫街 还跟台中市长卢秀燕合体 侯友宜强调 国民党愿意争招 有完整公务员历练的自己 代表已经在改革进步 会继续提拔青年跟优秀的公务员 不过话风一转 在批评民进党赖清德的台独主张 让世界都紧张 跟长者一起跳舞 侯友宜副手赵绍康参观台北市的日照 选前最后一天侯康分进合集 一个顾中部 一个顾北部南部 选前之夜将一起回防侯友宜本命区 新北板桥 要凝聚团结气势 不过前总统马英九 相信习近平说惹意 传出侯康选前之夜 没有邀请马英九 赵超康表示 尊重主办单位 推测是为了让马英九 不要被见缝插针 马英九上午回应 没有受邀 但支持国民党候选人的 本意不会改变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帮忙解释 主要是不愿意看到马英九 在受到民进党的恶意攻击 要让选前之夜 聚焦在下架民进党 记者欧容秋福财 综合报导 中审会指出 这回大选的选举人数 超过了一千九百五十四万人 其中有一百零二万人 是首投足 还有四千多人回国投票 全台设置的一万七千七百九十五个 投开票所 主委李静勇表示 民众投票不得佩戴 候选人的徽章等物品 但如果是把发型 剔成了候选人的脸型的话 也很有可能被视为 是在助选而受罚 另外还要提醒民众 投票时要携带身份证 印章还有通知单 投票的时候 必须以签选工具 在签选栏当中来作为签选 如果撕毁了选票 将会重罚五万块钱 如果是把选票带出去的话 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并喝一万五千元以下罚金 紧定一幕工作人员模拟投票日 电脑登录票数 总统及立委选举十三号登场 中选会在投票前夕 十二号召开记者会 提到这次选举人数 超过一千九百五十四万人 当中有一百零二万人是首投足 反国投票的选举人 则有四千一百二十人 这次全台设置 一万七千七百九十五个投开票所 比二零二二年的县市长选举 多了一百四十六所 动员选务工作人员超过二十四万人 中华电信也表示 电脑机票系统有专业资安检测 做好万全准备 今天是竞选活动的最后一天 我要特别呼吁所有的候选人 都要严格的遵守法律的规定 在今天晚上十点以前 要结束所有的集会造势活动 我们已经布建了高可靠度的网络 并且设置了严密的资安防御和监控的机制 中选会也有六大提醒 包括携带身份证 印章 投票通知单 不得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内喧嚷 干扰劝右 投票时要用签选工具 在签选栏内签选 四回选票可重罚五万元 吸出选票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并客一万五千元以下罚金 十三号投票当天 民众也不得在通讯软体 以及LINE 脸书等社群软体助选 为者重罚一百万元 可连续开罚 外界关切民众投票 配戴候选人徽章 法型剔出候选人脸型 是否被视为助选 李金勇强调 开票计票过程公开透明 也开放民众监票 但要遵守相关规范 中选会也成立应变中心 处理选务突发状况 记者黄子杰林志坚台北报道 大选前一天台铁和高铁都出现人潮 根据双铁统计 在选举输运期间 是卖出了超过73.8万张车票 从下午开始 南下的中长途列车 几乎是斑斑克满 而由青年团体所募资发起的返乡列车 下午也从台北车站出发 这次大概是有1200位青年 每个人只需要支付113块钱 就可以回家投票 希望可以降低返乡成本 鼓励年轻人参与投票 大选日前一天 青年团体募资发起的返乡列车 从台北车站出发 在台北读书工作的年轻人 背着背包拖着行李箱上车 准备回家 青年协这次在全台 共发出50条客运路线 两班次离岛船班 提供20至35岁1200名青年 返乡投下审慎的一票 我今年20岁那我要回到花莲 因为20岁的关系 其实我是手头主 那自强号是440 那来回的话就会是880 号价除了贵以外 它其实也非常的难以取得 负担不起的车资 不应该成为青年人 返乡投票难以跨越的一道门槛 更不应该是年轻世代 意见没有办法被传达的原因之一 清明协表示 为鼓励年轻人参与投票 降低返乡成本 所有班次都只需支付113元票价 且都会在13号下午1点半前 抵达目的地 而来到台铁高铁验票闸门 也已经涌现搭车人潮 你是要回哪里投票 张话 要投票就会回去啦 我要回南投 那为什么会想要回家 因为就是 我们非投不可 要让台湾一个 想要有个新的改变 根据双铁统计 选举输赢期间 合计已卖出超过 73万8000张车票 尤其12号下午起 南下中长途列车 几乎斑斑客满 后一部分路线 订票率也达到九成以上 业者指出 会是现场旅客人潮 再决定是否机动 加开车次 这边沈志明特别报道 准前最后一天 从中国厦门 上海还有北京 飞回桃园机场的航班 几乎是客满的 反弹人数向上攀升 预估今天会达到高峰 大约会有近20万名的台商 返乡投票 而金门的小三通 给涌现返乡人潮 旅客大多是台商 他们强调说 返台就是为了选举投票 至于金门县港务处 则表示 预估航班 今天全天的载客率 可以达到七成 选前坐会天 厦门上海北京 飞桃园机场 班级客满 不少台商拼大选 最后一天回台 加上最近一周 中国返台人潮 预估有近20万台商 返乡投票 很多人是投完票 过完周末 立刻飞回中国工作 根据移民署 国金大队统计资料 光是桃园机场 五号到十一号 国人自中国返台人数 四万八千九百七十四 比前一个星期 四万一百八十人 多了八千七百九十四人 从趋势上也可以看出 越接近大选 反台人数越往上攀升 台商表示 比起前两次大选 这次返乡人潮 确实踊跃 航班船班都很热门 不管是搭直航班机 从港澳转机 还是走小三通都很多 旅客提着大包小包行李 排队下船 进门小三通航班 十二号涌现返乡人潮 入境大厅 比平常还要多人 大多是台商为主 有民众兴奋喊话 回来就是要投票 小三通的载客率相当高 上午船班几乎客满 金门县港务处表示 预计全天航班载客率 可达百分之七十 也因应返乡人潮 使用较大船型 增加载客量 记者黄子杰林志坚 张鼠云桃源金门报道 各地检署所侦办的 妨害选举案件 到昨天为止 最高检统计 有超过三千两百件 向高丛检方调查 中共一设戒选 依凡胜透发等罪嫌 起诉了四名里长 而伊兰检方则发现 近期在各大群组当中 流传一张图片 写下的是抓到会选 图片来源是署名 在伊兰地检署 检方强调 这个是假讯息 昨天带回两人约谈 最后是吴宝请回 穿着一身黑 进到地检署 接连两名女子 被带回约谈 就是这张图卡 流传宜兰各群组 都搭标题 抓到会选 下方更提及 买票等字眼 图片来源 打着宜兰地检署名义 让检方急澄清 这是不实讯息 11号以涉嫌意图 使人不当选等 最嫌讯问两名涉案人 本案被告二人经检查关系问后 均请回 经过复讯后 全都被请回 对外界谣传 涉案人士 民进党工 绿营的宜兰县党部 证实两人身份 确澄清 假图卡与禁总 与党部没关系 并欲请司法 尽快还党工清白 画面转到高雄 检方日前承办 中共移设界选 传唤多名离长导案 涉嫌附中旅游 疑似接受落地招待 11号侦查终结 依反渗透法等罪嫌 起诉一名离长外 三名同团离长 也被移设犯投票 受贿罪 提起公诉 招待内容包含 四星级酒店住宿五晚 当地知名或特色餐厅 等全程餐饮 于行程聚餐时 对有投票权制团员 宣传两岸一家庆 等特定政治理念 暗示团员就政党票 乌投某政党 及其推荐总统候选人 检方查出 对岸台办两次下手 全透过高雄的 诚信离长 一次在去年9月 涉嫌招揽31人 到北京玩6天 自付机票1万多 其他时速全免费 同年12月 山离长幼旧团 前往厦门旅游 残会上都要求 支持特定候选人 除了持续选举查查 全台各地检 也出动检察官 进驻辖区 各警分局 过去也曾经有发生过 在最后造势的 这个晚会上面 会有所谓买票的 买票汇选的情况 当有需要 我们讲关案件的指挥的时候 我们有立即 可以去做及时的处理 尽管大选不到一天 检方依旧不松懈 毕竟最高检统计 截至11号 侦办的妨害选举案件 超过3200件 光是中共 遗设戒选等 涉及反伸透法 就有100多件被告287人 记者做报道 明天就是投票日了 不过台大医院企业工会 雾满院方没有主动介入协调人力 造成有部分 想要回家投票的医护 找不到人来代班 粗估有五六百人 无法投票 院方回应表示 这都有安排 选前不宜多谈 都选会也发了声明表示 会聆听各方意见 而劳动部则回应 雇主不可以妨碍 有投票意愿的员工投票 劳资双方要互相协调 每到总统大选投票日当天 许多民众都会投下神圣一票 不过这看似简单 行使公民权利 对台大医院的轮班医护来说 却很不容易 初估明天又五六百位医护 因为轮班制无法休假投票 台大医院企业工会不满 即使碰到投票日 医院还是得如期运作 但院方却没有主动 接入协调人力 导致想投票的医护 得自己想办法找人代班 对此台大医院企业工会 和台湾公务革新力量联盟 对外发四点诉求 期望轮班人员 要有充分时间投票 雇主要善进协调人力 调度义务 提升轮班人员投票日 出勤权益 呼吁政府延长投票时间 台大医院回应 院方都有安排 选前不宜多谈 中选会表示 中选会等选务机关 依法办理总统立委选举 会聆听各界意见 涉及修法部分 会转成法律主管机关 劳动部提醒 投票日当天 有投票权的劳工 都能依法休假 如果是劳工朋友 那想要去投票 那告诉雇主 我又要去投票 我那天没有办法上班 雇主是不可以强制的 场域上面 或工作形态上面 需要做一些 营运的需求 那大家就做一些 互相的协调 劳动部指出 如果劳工被雇主要求 投票日当天 得出勤上班 在投票完后 返回工作岗位 雇主应该加倍发放 出勤时段工资 才不会出发 记者游文曾成昌维 特报道 去年9月 高速某大楼 是发生了震惊社会的 重大命案 有一名无信住户 疑似因为噪音纠纷 迟到杀害了楼上的 住户夫妻 却按针结 警方是考量到被告 当着被害人的 两名小孩面前来行凶 这手段凶残 而且犯后态度不佳 毫无回应 以无造化之可能 及必要性 依杀人罪起诉 并向法院求处死刑 警方押送画面 还历历在目 头戴白色安全帽的 无性嫌犯 去年9月15号 疑似因噪音纠纷 进持刀到楼上 住户家中 杀害邻居夫妻 检方12号宣布 全案争结 将依杀人罪起诉嫌犯 并向法院求处死刑 利用该住大门 为官之际进入客厅 在两名制止面前 先持刀砍刺被害妻子 随后无性被告 再进入主卧室 持刀砍刺 为左翼屋之被害丈夫 任被告涉犯刑法 第271条 第一项是杀人罪嫌 见检法院两属被告死刑 并持着公权终身 检方考量 嫌犯蓄意杀害被害人 属公民与政治权力 国际公约锁定 情结最重大之罪 犯后还逃逸灭证 征讯军行使揭默权 态度不佳 行为导致两名孩童 身形受创 且毫无悔意 认定嫌犯恶行重大 无教化之可能及必要性 如果还没有反省 没有去判处死刑 或者是严刑去处置的话 我觉得也有蛮大的机会 会再犯 凶案让邻居心有余悸 也为家属带来巨大伤痛 当地民众也转述 被害妻子家属看法 明明可以沟通的事情 为什么要用这么凶狠的手段 来处理 后面的判决结果 他们也没有抱太大的期待 只是说希望他得到 应有的惩罚 被害丈夫的双亲 则感谢外界关心 表示目前希望可以让孩子生活 尽快恢复正常 检方起诉代表台湾正义司法 让嫌犯为错误付出代价 也祈求借由公权力展现 能不要再有下一个受害人 记者陈淮许正俊高雄报道 农历春节浅夕 各地的清洁队都开放民众 来申请清运大型家具 其中是以废弃床垫的处理 最费时费力 彰化新作垃圾 资源回收焚化厂是创全国之先 去年首都引进了移动式巨大破碎机 一天就可以处理200床的床垫 并做好分类 环保局预估 今年预估可以处理到1000床 固定式起重机的抓抖 直接把废弃床垫抓起 投入巨大破碎机中 不到10分钟 大型床垫的铁制弹簧 以及布料就变成碎片 可燃烧的进到焚化炉除坑 不能燃烧的就堆置在一旁 分类完成 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彰化各乡镇公所开放民众登记轻运大型家具 其中废弃床垫处理最费工 清洁队若以人工拆解 一天只能处理50床 县府西州垃圾资源回收焚化厂 去年首度引进移动式巨大破碎机 一天就能处理200床提高效率 工所在拆解 他一天大概只能拆解 大概50床的床垫左右 那如果透过我们这个破碎机破碎的话 他一天就可以到大概200床左右 所以大概整个速度 大概是传统的大概5倍 我们今年目前已经进了大概600床 那现在目前600床都已经处理完毕 环保局表示 目前有彰化市、花坛、河美、秀水、北斗 五香镇市的清洁队申请协助破碎处理 预估到农历过年前 还有400床的废弃床垫会运进来 对境如山的铁建将会送资源回收厂变卖 预计1000床铁建能为线库进账16万元 记者杨明峰、王龙涛、彰化报导 台东绿岛民众在柴口海岸附近 发现一只鲸豚割浅 而且已经被切割少一块肉了 黑豹鼠和鲸豚救援组织前往绿岛之后 发现这是一只罕见稀有的银杏尺中汇金 在国际间的发现数据很少 所以对他们的生态习性并不了解 结果在绿岛是被人为宰割 黑豹鼠也罕见的以法定最高额奖金 呼吁民众来协助追查凶手 两年前赏金船在台东成功外海 发现一群鲸豚 船长开船靠近 他们也不怕人 解说员发现 这是一群神秘的银杏尺中汇金 由于他们和一般中汇金很像 在海上不容易被分辨 而且全球发现的数量很稀少 是非常罕见的宝鱼类鲸 但却有一只银杏尺中汇金 8号被绿岛民众发现 搁浅在裁口海岸 而且身上被人为切割 甚至带走一大块肉 海胞鼠和鲸豚救援团体前往调查 在附近海滩发现一包肉块 非常残忍 海胞鼠现在要发出 最高20万元的奖励金 请民众提供线索追查凶手 海胞鼠表示 依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 宰杀保育类野生动物 可处罚6个月以上 5年以下有期投行 并罚款20万到100万元 呼吁民众不要违法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 有重机社团在脸书发起了 骑车上国道返乡去投票活动 要在明天投票日 骑车上国道来争取重机录权 高工局势呼吁民众 要理性表达诉求 交通部也表示 对于开放重机行驶国道 目前各界没有共识 曾经包围交通部争取重机录权 更冒着触发风险骑车上国道 面对大选到来 大型重机团体再出招 号召车友选举当天 机车不分排气量 一起骑上国道返乡投票 在社群平台把车友串联 截至12号中午 已有百人响应 发起活动的部落客 通勤者之歌 提醒参与者 骑车上国道 目前人违法 需自负行政责任 但是万一被强制脱掉 可以大声拒绝 作为路权倡议者的他 重申大行重机 可以行驶高速公路 相关法规已三读通过 12年也在去年11月 提案完成年数 要求相关单位 制定开放的进度表 怒批交通部恶意不采纳 还是要保持理性 这样的一个行为 影响到其他的话 可能造成一些 社会负面观感 对他们的诉求 不见得有利 面对质疑 高控局表示 各界目前无共事 开放重机上国道 呼吁用理性表达诉求 交通部也回应 重机骑士得改变驾驶行为 让民众改观后 才能制定进度表 而国道警察13号 将在重点路段加强取缔 我们原则上就是 会在比较重点路段 加上我们的巡逻 那如果有发现的话 我们就会取缔 在开放上路前 骑车上国道就是违法 无论白牌或重机 只要被取缔 警方依罚可开罚 最高6000元 记者 陈光学陈立峰 台北报道 美国和英国联军 在11号深夜 正式对燕门的反抗军 青年运动 他们位于首都的多个据点 发动海空联合攻击 同时也对他们 近期攻击 黑暗轰海商船的行为 做出军事回应 由以哈战争 所引发的区域冲突 是确定向外扩大 联合国安理会 在10号也通过决议 要求青年运动停止攻击 红海船只 并谴责伊朗供应武器 英国战机11号深夜 从塞浦勒斯的空军基地起飞 加入美军为首的联盟 针对燕门民兵青年运动 位于首都沙纳的几座机场 与周边军营发动空袭 美国总统拜登称 这次行动 是对青年运动持续袭击 红海商船货轮的直接回应 英国首相苏纳克 则敦促青年运动停止攻击 不过在英美联军发动攻击前 青年运动领袖已经扬言 将对任何美国的侵略 做出回应 获得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 从2014年以来持续与政府军进行内战 他们表示发动攻击红海船只 是为了报复以色列在加萨的毁灭性 陆空攻势 美国五角大厦则证实 英美联军之前在红海的联合军事行动中 成功挡下青年运动的袭击 联合国安理会10号则以11比0的票数 还有中俄阿尔吉利亚与莫山比克四票弃全 通过一项决议案 要求青年运动立即停止 袭击航金红海的商船 也轻描淡写地谴责伊朗供应武器给青年运动 另一方面伊朗海军11号 在阿曼湾水域扣押一艘希腊籍游轮 但伊朗官方声称是美国籍游轮 伊朗武装分子登上邮轮 强迫其改变航线前往伊朗 白宫谴责此举 并呼吁立即释放船只及船员 使中东局势更加紧张 公司新闻这位人编译 美国尖声东的川普在11号 出席自己被指控的民事诈欺案 最后一天审判 他是高谈扩论了6分钟 同时法官有意图 宣称是遭遇到政治迫害 法官还因此要求辩方律师 要管好客户 纽约州控诉川普的民事诈欺案 11号最后庭审 被禁止参与截变声论的川普 不顾法官恩格隆 要求不偏离主题 自顾自地高谈扩论6分钟 痛批恩格隆别有意图 强调自己无辜 受到选举政治迫害 法官要求川普的律师 管好自己客户 最后不得不打断他进入午休 川普事后再次大名大放 紧咬纽约州检察长詹乐霞与拜登总统 说自己才是被诈欺的受害者 应该获得赔偿 川普因为福报房地产价值 误导银行跟保险公司 给予优厚的贷款条件 2022年遭纽约州检察长詹乐霞起诉 检方指控川普集团 活动运作的核心就是诈欺 向法官求储 3亿7千万美元罚款 并禁止川普继续在纽约 经营房地产事业 审判结果可能动摇 川普的商业帝国 审判中川普坦承 某些资产灌水属于诚实谎言 检方直指这就是蓄意诈欺 目前法官正在考虑量刑 炸七案审判期间 川普多次公开嘲讽 法官恩格隆跟检察长詹乐霞 结变前几个小时 恩格隆的住家 甚至传出炸弹威胁 不过庭审不受影响 目前川普有四条形式诉讼缠身 包括两起试图推翻 2020年大选结果 但他都宣称无罪 四件案子都可能在 今年大选前继续审理 公事新闻是会中别译 斯洛伐克总理费科 去年才上任 他所提出的刑事改革法案 除了不再保护警方的线人 降低对经济犯罪的刑责之外 也打算要废除调查高官 贪腐等重大犯罪的特征组 也就是特别检察官办公室 而这项改革 是引发了民怨 在首都聚集两万人 来示威抗议 抗议者血声不断 随后高喊起口号 对政府计划解散 反弹特征组表达不满 而中内陆国家 斯洛伐克的总理费科 提出刑事改革计划 打算废除负责处理贪污 组织犯罪 以及极端主义等重大犯罪的 EOSP特别检察官办公室 这个决定引发广大民怨 另外改革内容 也将减轻对贪腐 经济犯罪的刑罚 以及不再保护吹哨者 也就是警方的献名 死果的在野党 进步斯洛伐克党领导人 西梅茨卡认为 这等于特赦贪腐者 小偷跟骗子 人民的生活会变得很悲惨 这项改革也引发总统卡普托娃 和反对派议员的批评 就连欧盟官员也谴责这项改革计划 目前斯洛伐克已经有三万五千人 透过网络签署一份线上请愿书 要求停止提案 尽管这项法案提议 需要经过国会跟总统的批准 才能立法 但由费科领导的三党联合政府 预计在国会以多数席次的优势 推翻总统的否决权 因此这项改革法案 过关的几率极高 我欣赏支持明明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登场的消费电子展 是出现了很多智慧型的创新应用 比方说智慧酒宝 它号称可以侦测到顾客的情绪 来调整鸡尾酒等饮料的内容 除此之外 还有说不需要外接电源的大型平面电视 只要有平坦的墙壁 就可以把电视贴上去 这看起来像是自动化工厂里的机械手背 但它正在做的是调制鸡尾酒的工作 韩国斗山集团所属的机器人事业部 在2024年小飞电子展 推出这一款机器人酒保 除了运用机械手背的各个关节 做出抓取酒杯 和倒入不同饮料成分的动作 这个机器人酒保 还能侦测顾客的脸部表情 判断顾客的喜怒哀乐 调整鸡尾酒的内容比例 CES每年都在拉斯维加斯举办 但也都吸引世界各国厂商前来 除了韩国的斗山集团 荷兰的投影科技业者 则是推出这一款类似远距视讯的产品 不过要做到这种真人大小的视讯画面 准备工作所需的器材 可不简单 会场的模拟摄影棚就在投影机旁边 不过真实的使用情境 则是透过网路远距连接 让这些活生生的真人影像 出现在街头或是在家里的投影萤幕上 如果只是想看电视 英国参展的平面电视业者 DISPLESS 推出这一款号称 不必任何外接电源线 需要有平整的墙面就可以安装的大型平面电视 事实上和斗山集团同样来自韩国的家电大厂LG 在2023年的消费电子展 就推出使用充电电池 不必外接电源线的大型平面电视 显示业者相当看好这类产品的市场潜力 共识新闻学家人便宜 台湾的地缘政治风险对于荷兰社会来说太过遥远 不过台河之间双边贸易密切 荷兰是台湾在欧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也是最爱投资台湾的第一名 所以荷兰政坛是非常的关心台湾的政治局势发展 还表态支持台湾要维持现状 而公事的国际记者张雨林 是专访了有台中议员布瑞克曼 来解析荷兰应该如何面对中国威胁 台湾是荷兰半导体供应链上的重要伙伴 近年来两国的合作也越来越密切 而从政治层面来看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荷兰从民间到政坛 都在反思要如何面对大国势力的崛起 以及要如何在地缘政治冲突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台湾的地缘政治风险 有可能波及员在欧洲的荷兰 因此近年来不少荷兰众议员部分党派 纷纷提案支持台湾 布瑞克曼也在中院中提案要求和安政府英语欧盟 美国等西方盟友持有相同立场 降低台湾紧张情势维持现状 获得近九成的众议员支持该动议 荷兰不管是在经济还是国际政治上都不可能忽视中国 它有一个中国政策 中国军机扰台次处屡创新高 让台湾议题在荷兰社会讨论度不断提升 让对一般大众来说人事挑战 公司国际记者张雨林 荷兰海牙采访报道 投票日前夕 国民党侯永吉和副手赵绍康回房到了本命区 在新北市板桥的第一运动场举行 赢回中华民国选前之夜 现场包含了党主席朱立伦 还有不分区立委的被提名人 韩国瑜等人都会到场 现场最新情况 我们连线给记者欧玉荣和求富财 玉荣请说 这主播记者现在就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 这也就是工党政府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赵绍康举办选前之夜的地方 而正式的活动呢 预计大概是在晚间八点左右会开始 可以看到台上是谢龙介正在暖场 而台下人潮呢 可以看到是挤得满满满 包括这个教育团体 工商团体 还有客家团体 甚至于是海外的侨胞都有来参加 他们都期待等等可以看到 侯友宜赵绍康的本尊 而选前之夜包含这个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不分区立委被提名人韩国瑜 台中市长吴秀燕 台北市长蒋万安跟王金平都会到场 要展现这个来迎的团结气势 凝聚选票 预计九点左右 侯友宜赵绍康会大进场 会把晚会的气氛带到最高点 之后还会大合唱一首台语歌曲 坚持 希望可以催出更多的支持者 明天出来投票 而这次的总统大选 蓝绿白三强鼎立 侯友宜在两岸议题上 特别坚定的喊出反台独 还强调如果当选 任内不会触及统一议题 两岸的交流要从民间开始 再逐步推进到官方对话 还向对爱喊话 不要战机 而是要客机在路客来台 促进观光 而从基层刑警出身的侯友宜 对强化治安也有想法 提出一打炸 二扫毒扫枪 三除暴的政见 强调近年台湾的诈骗使越来越多 要落实骗越多 关越久 而目前国民党侯康佩的选前基业的现场 仍旧在进行暖场表演 主办单位表示现场已经涌入超过十万人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 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的我们感谢云荣 继续要看到的是民进党在选前 行程是满党的 超早赖清德是先在本命区台南顾票 接下来是要和副手小美琴 还有总统蔡英文 一起在板桥第二运动场 居心迎向胜利选前之夜 现场情况如何 我们连接给记者韩吟和蒋龙桑 好的主播 民进党选前之夜的重头戏 就是在新北市板桥第二体育场所举办的 美德迎台湾双美站出来 那么可以看到 其实现场的民众都非常的踊跃 主办单位表示说 现场其实已经涌入了将近五万人 那么现场的话 其实双北的立委 刚才都来力挺台湾 那么现在的 现在是新北市的主委 宇天在台面上面讲话 我们先带你看一下现场的状况 好那么这一次呢 可以看到的话 除了这个余天主委到场力挺之外 刚才的话呢 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他已经在台南先举行了造势晚位 而且现场也是涌入了将近五万人 那么在稍后的差不多九点二十分左右 赖清德就会回到板桥第二运动场这边 来进行最后的压轴演说 那么到时候呢 除了这个总统参与文 还有行政院长 陈建然还有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还有新北市的十二选区立委 候选人都会现身 营造大团结的气势 那么就是希望说 这一次来到这个新北市 也就是赖清德的故乡 举行这个选前之一 也要跟这个国民党的 侯友宜距离不远的地方来嘎唱 都希望说今天晚上 能够大催票 能够让大家都能够出来明天来投票 那么其实现场也非常多的 这个外国媒体都到场来关注 那么以上的话呢 就是我们在现场 掌握到的最新状况 我们再将时间尽头 消还给棚内主播 好的 我们感谢韩吟 选前最后的冲刺 民众党呢是抢到了 总统府前的凯道路权 晚间在凯道举行的选前之夜 除了柯文哲和吴欣营之外 民众党的区域 还有部分区立委候选人 也都会登台 呼吁选民要弃蓝绿 保台湾 实现政党轮替 我们现场情况 连线给记者黄佩涵和陈柏宇 贝涵请说 好 主播各位观众朋友 持续带您关注 2024总统大选 选前之夜的活动现场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凯达格兰大道 也就是民众党总统候选人 柯文哲的晚会现场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呢 其实凯道从下午开始 就已经进行了周边的道路 交通管制 可以看到现场 最近围了起来 座位数1.8万张的塑胶 也坐满满 虽然说肇事晚会预计的时间 是晚上6点半才开始 但是中午过后 就已经涌现了人潮集结 现场的记本是相当的热络 而且支持者头上都夹着 小草的标志 那么这一次呢 柯英佩涉号召了支持者 发起白纸运动 可以手拿白纸 写下对未来总统的期许 还有希望 要全台湾的小草都站出来 打破蓝绿 做回国家的主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 非常多的支持者是高举着标语 而且不时高呼口号 那么稍早舞台上 秀主持人主持暖场 喊出现场已经有20万人到场了 是把整个警服门都围了起来 那么活动流程除了双北议员开奖 以及接力的名人嘉宾助奖 后续的重头戏就是柯文哲 以及副手搭档吴欣盈 是预计在晚上的9点20分 来大进场了 和区域的立委候选人 以及不分区的立委 在活动的最后 要来大合唱展现团结的气势 那么要在选前之夜 全力的催票 以上是我们为你掌握到的 现场讯息 向谁镜头交还给Pony主播 那我们感谢佩涵 继续要看到的是 桃园中立在今天发生 一起娃娃车和造车发生事故 表示娃娃车驾驶 随车老师受伤 车上两名的幼童 一位是预防性送医 另外一位嘴唇有撕裂伤 都是送医治疗 我们可以看到这台娃娃车 它行进十字路口的时候 突然被黑色轿车给撞上 双方一次都没有减数 造成了娃娃车被撞击之后 再撞到路边的厂房 不但是司机有擦措伤 车上的老师 还有两名女童也都送医治疗 警方调查 双方都没有酒驾 而至于肇事责任 都还有待厘清 Normavix的新冠疫苗 在10号开打 不过有基层医师就抱怨说 疫苗供货不及 占不开打 谁到谁打 机关署表示 这次来台疫苗 大概是有16.5万剂 温度异常 检验没有过关 需要退回原厂来换货 预估在1月底底台 这款疫苗去年底 一共是有46.2万剂到货 其中13.2万剂 是开放给全台民众接种 不过其他剩下的33万剂当中 发现到有16.5万剂 因为温度异常 食肖署检验不合格 依合约退回给原厂换货 而另外16.47万剂 还符合冷链规范 等抽验合格之后 最快19号下周五会 风筝奉行来提供民众施打 2024张元冬季青年奥运 19号将会在韩国登场 而这一届一共是有19名的 台湾选手取得参赛资格 超过上一季的14名 参赛的项目分别是 冰球、滑冰、雪球和滑雪 教育部长潘文中 在下午的时候 为代表团授旗 并制赠加菜金 国际青年好手即将在冰天雪地 齐聚比拼 2024年第四届江源冬季青年奥运赛事 19号在韩国登场 台湾有19名选手取得参赛资格 将参加冰球滑冰雪橇滑雪项目 12号下午进行授旗典礼 教育部长潘文中 正式将国旗与奥会会旗 交给代表团团长林鸿道 与总领队何卓飞 部长潘文中也制赠加菜金给选手 齐勉虽然在亚热带的台湾 进行训练不易 但政府会尽可能给予最大的协助与资源 而此次冰球13名选手 为国三与高一学生 选手代表说多少有点紧张 毕竟要面对的 是体型比自己大的国外选手 很期待这次的比赛 然后对手很强大 希望我们可以克服困难 然后尽量取得最好的成绩 而年仅14岁的蔡玉凤 是台湾首位取得东青澳门票的 女子华氏华冰选手 她目前仍在北京进行一地训练 本土出身本土训练 她接受电访时表示 很期待比赛 我希望我能划出两场 就是两个节目都可以非常完整 干净精彩地完成 江源东青澳参赛选手 年纪大约在15到18岁前后 中华奥会主席林宏道 为此次代表团团长 她表示 青年运动除了在竞技成绩以外 更重要的是 台湾选手与国际上的未来好手 能多切磋多交流 记者林金梅庄志诚台北报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清晨辐射冷却的作用 相当的明显 因此很多地方都是有出现 10度以下的低温 不过白天随着冷空气快速减弱 因此今天各地的高温上 都有来到21到25度 算是相当的温暖舒适 至于在明天的天气上来讲 跟今天算是相当的类似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在台湾各地 以及外岛的部分 都会是以晴岛多云的天气为主 只有在东半部地区 可能还是会有些 零星降雨的一个机会 那特别像是在明天的时候 因为水气上是会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在花东地区 跟恒春半岛的降雨机会 会比较高一些些 不过到了礼拜天的时候 水气又会变得比较少一点了 至于在整个温度上的变化 在各地的高温上 都可以来到20度以上 那但是在夜晚清晨的低温 还是会比较偏凉一点点 特别像是在今天晚上 到明天清晨的时候 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 是只有10到14度 那局部地区是 有机会是出现 10度以下的一个低温 那至于在其他地方的话 则是在15到17度之间 所以总结 在周末的一个天气上来讲 在东半部地区 是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降雨 那特别像是在明天的时候 水气会是比较偏多一些些 而至于在西半部地区 局者是以晴岛度云的天气为主 那留意一下 就是会有日夜温差 比较偏大的现象 那另外就是说 像是在明天清晨的马祖 以及礼拜天晚上 到礼拜一清晨的中南部地区 是会有些误或是低温 会影响到能见度 所以如果说有交通往返上面的需求 也请做到多家留意相关资讯 那最后我们提醒 就是说在下礼拜一 跟礼拜二的时候 东北结果就会增强 因此在北台湾的天气 也会逐渐地转良 那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这个天气上的一个变化 以上资料是由中央相署提供 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 气温偏低 新竹到嘉义 还有南投地区 只有10度以下气温的发生几率 而到了明天投票日 天气大致稳定 不过东半部水气较多 会有些许的降雨机会 接下来提供您各地的气象资讯 北部是12度到23度 中部是10度到24度 南部是12度到26度 东部是14度到22度 外岛是10度到22度 来关心明天的空气品质指标 北部和主标是普通等级 中南部地区都是敏感等级 一辆华东良好等级 马祖和金门敏感等级 澎湖市普通等级 感谢您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